大家好,很多人一直问的鼻肌底凹陷问题,今天给大家整理好了 鼻肌底对鼻子的高度至关重要,鼻肌底就相当于鼻子的地基 一旦凹陷,鼻子这个房子建得再高再漂亮,也会有平地起高楼的视觉效果 同时鼻子的凹陷也会在视觉上显得凸嘴 如果年纪轻轻,具有法令文的话,很可能存在鼻肌底凹陷的问题 这就是很多人和医生咨询师说的 明明鼻子不算低,但是总觉得减平,显得没有立体感,精致度不够 气质上也会大大减分 那鼻肌底的凹陷如何改善呢? 鼻肌底的凹陷就是鼻翼肌底,鼻孔肌底,鼻咬住肌底这里的凹陷 如果是轻度凹陷的话,一般使用玻尿酸添充就可以 但玻尿酸维持的时间有限,需要多次补充 对于中重度鼻肌底的凹陷,玻尿酸缺乏一定的支撑力,难以达到塑形效果 鼻翼甲体植入会更好些 日本这边一般用定制硅胶甲体,因为是良神定制 无论是在自然程度,贴合度都极好,只能自己使用 若跟龙鼻手术一起做的话很方便,切口相同,在鼻孔内植入就可 不用单独在口内切开植入,这样会使鼻子挺拔朝前 改善面部中央部分的塌陷,给您一个完美立体的鼻形 好了,今天的分享若对您有帮助,别忘记关注,点赞,转发,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